在聊斋志义的故事中 有一名科场旅考不中的黄生 他在和尚的帮助下 想通过贿赂阴间使者们的方式来埋取公民 那么这个办法真的有效吗 黄生能如愿买来自己想要的取人身份吗 科举考试作为古代选拔官吏的根本制度 他的出现改变了诸多学子的命运 但是在聊斋志义中 作者却用大量笔墨描写科举考试的种种怪象 那么真实的科场考试又是怎样的 作者胡松林想通过这些故事表达什么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法说了斋》科场怪象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讲的呢是和科举的内容有关 名字呢叫做僧树 说呀有一个姓黄的书生 祖上呢也曾经是一个显赫的大家族啊 不过到黄生这一辈的时候呢 往日的宣赫已成明日黄花 所以在黄生的心中就一直有着一个飞黄腾达的梦想 一是对自己的家族来说这是叫所谓重振加生啊 另外呢也是借此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么在封建时代一个知识分子怎么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呢 怎么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最关键的一步啊 当然就是要在考场上威然高中 考上举人近视 黄生所住的村子附近啊 有一个庙 庙里有个和尚 和黄生的关系就很好了 经常和黄生在一起聊天 对黄生的这个情况应该说是非常了解 后来呢和尚云游天下 这一走就是十年 在这十年当中呢 黄生也参加了两三次科举考试 但每次考试的结果都是失忆而回 这样十年就过去了 过去之后和尚回来了 回来了以后的和尚 看到黄生仍然住在乡下 身份仍然是个普通的秀才 不禁感慨万千 十年不见 我以为你早已飞黄腾达了 没想到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想来啊 这都是你的福分太薄的原因 这样吧 我懂一点法术 能够贿赂阴间主管跟科举考试有关的这个使者 我就来跟他们说一下 通融一下改变你的命运 当然了你要是想做到举人 至少也需要十千钱 你能不能凑足这十千钱呢 十千钱大概是多少呢 当时的购买力呢 一千钱的购买力 往往也就能够和一两银子交换 那一两银子或者叫一千钱 大概值今天的人民币一两大概四百多块钱吧 十千钱约合今天的人民币四千块钱左右 这笔钱呢 对于那个有钱大户人家来说 那就叫九牛一毛啊 不过对于相对贫穷 度日如年的黄生来说啊 那却算得上是一笔巨款了 所以黄生非常直接了当地回答 说不能 和尚看这个黄生啊 连十千钱都拿不出来 就现在花 让你拿四千块钱你都拿不出来 心中对黄生就更加怜悲了 说这样吧 你自己筹一半 剩下的五千钱 我替你筹筋 三天之内 请务必把钱如数筹好 那么五千钱虽然对黄生来说也还很多 但毕竟就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相对来说 努一下力咬牙还是能办得到的 到了第三钱约定的时间 和尚果然就如意而至了 手里面提着替黄生筹签的那另外五千钱 这个阳间的钱怎么能送到阴间去呢 这个黄生很好奇 和尚就对黄生记起了一番交代 说这样啊 黄生你们家呢是有一口井 这口井不是一般的井啊 这口井深不见底 能够直通大海 达到阴间 把钱送到这个阴间呢 就离不开这口井 你去把这个十千钱啊 总共就困成一大堆 就放在这个井沿上 说我现在就开始往四里走去做法去 约莫我走到四里的时候 就把这十千钱一起就推到井里去 然后推完以后你就等半顿饭的功夫以后啊 你就会看到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铜钱 就从水井底部冒出来 这个时候啊 你就赶紧对着这个大钱行礼 事儿就办妥了 记住了吗 黄生表示完全记住没问题之后 这个和尚就开始急匆匆就向寺庙的方向走去了 剩下黄生一个人就站在井边 按说呀 这个黄生要做的是很简单 只要到这个时间把这个钱推到井里 不就完了吗 不过呀 就在即将把钱推到井里的一瞬间 黄生舍不得了 心想这么多钱 都投井里 有没有用那玩意还不一定 可是这十千钱 却是实实在在 结结实实的没有了 真是太可惜了 黄生是思前想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把其中的九千钱藏了起来 就把其中的一千钱 投到了水里 然后就站在水 注视着水面 静观事态的发展 按照今天魔术师们都经常讲了一句话 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过了不大的一会儿 就是和尚说的半顿饭的时间里 水井里面忽然冒出来了一个巨大的水泡 水泡升到水面上的时候破了 发出巨大的声音 随着这个巨大的声音以及水泡的破裂 足足有车轮那么大的一个钱从井底就浮了起来 稳稳当当的停在了水面上 黄生这一看吓了一大跳 赶紧按照和尚的叮嘱向打钱行礼 行过礼之后呢 他其实对和尚的话已经相信了打扮 想到刚才投那一千钱太少 心想是得多投点 但仍然到这个时候 还是舍得把余下的钱都放进去 而是又投了四千钱到里面 不过这四千钱 却并没有像刚才那一千钱一样 沉到水里 而是被这个大钱阻住 就一直停在了大钱上 就这样停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你为什么不按我说的 把这十千钱一起投到水里边 黄胜还想抵赖呢 他说我确实投了 我都投到里边了 我按你的约定我都投了 和尚就说了 说你别骗我了 阴间的使者只收到了一千钱 你怎么还抵赖呢 看到确实是抵赖不过去了 黄胜这才把这些事情都一一告诉了和尚 和尚听了黄胜的解释之后 就叹息说 比拎者必非大器 此子之命何以明经中 不然甲克利之意 梵语成今天的话呢 就是说 像你这样吝啬的人呢 一定是成不了大器的 你只给了一千钱 这一千钱只能中一个相识的富榜 得到一个共生的功名而已 如果你刚才能够把十千钱 全部都投到水里边的话 下一刻你马上就能考中举人 这大概就是你的命吧 咱们要对和尚的话要解释一下 所谓明经是什么呢 在明清时候是对相识富榜 这样的一种别称 就是在进行科举考试的时候呢 有些秀才虽然也没有考上举人 但是成绩也还不错 就是把他们的名字也腾露下来 和这些正式取上举人的名字 放在一起 这算是一种鼓励 除了精神的鼓励以外呢 他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到国子间去学习 这就是共生这样的 或者叫富榜的这样的这个意思 说来说去也还是高级的秀才而已 毕竟和真正重举的这些举人 应该说还不是可以相提并论的 当黄生知道自己比例的结果 竟然是主说的鸭子 就这样白白飞去了之后啊 那真是后悔的肠子都清了 再三请求和尚 你能不能到阴间 再为我通融通融啊 谋划谋划呀 和尚却说什么也不肯答应了 摇头叹息 然后就离开了黄生家 黄生呢 等和尚离开以后再到景边去看 发现那个大钱还是没沉下去 后来投进去的那四年前 就被这个大钱隔着 于是就用钩子把这个钱 钩了出来 钩出来之后呢 大钱这才缓缓地沉入了水中 那么故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 果然和这个和尚说的是一样的 在当年这次考试当中 黄生中了富榜 得到一个共生的功名 而从此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在科举之路上前进 哪怕是一步 通过这个故事呢 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当然最表面的意思 当然看到了这样一个穷酸的书生 在命运的转折关头 因为舍不得花点小钱 最后耽误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从那个和尚对黄生说的那个话 叫这个吝啬的人一定难成大器 假如你刚才把十千钱都投到水里 这一刻你马上就能考中举人 从这个和尚说的话来说呀 他似乎是对黄生 有点照我们说鲁迅 讲阿Q叫哀妻不幸 怒妻不争 似乎是这种味道 那意思是仿佛说呀 用非常可怜的一点付出 那你想得到丰厚的回报 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嘛 然而和尚的话呀 就让我们不禁想起了 一个很有意思的典故 说战国的时候 楚国派兵侵犯齐国 齐威王慌了 就派淳于坤到赵国求助 并且给他准备的礼物 一百金黄金 以及四匹马拉的车十胜 淳于坤就仰天大笑 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齐威王就说你笑什么 淳于坤就说是这样 说我早上来的时候 看见路边有个人拿着一杯酒 另外一边是一个猪蹄 在祈求土地神的保佑 说我祈求土地神 让我高地上收获的古物 装满大大小小的粮仓 让我第一天收获的庄稼 装满大大小小的车辆 让我五股风灯 米面堆满粮仓 我就看了 他拿的这个祭品 就是一杯薄酒 然后就是一个猪蹄 但是他所向神明要求的东西 又实在是太多太多 所以我才笑的 齐威王听了以后 顿时就明白了 淳于坤的意思了 于是就把礼物增加到 黄金千亿 这一亿就是二十辆 这千亿呢 那就是当然就两万辆黄金 另外还有四匹马拉的车 一百辆 白币十双 于是淳于坤 带着这些礼物就到了赵国 赵王一看这么多礼物很高兴 发兵十万 出动战车一千辆 前来解围 那楚国一听到这个消息 联盟就撤兵而去 我们从这个淳于坤讲的这个故事呢 回到僧树的故事 在和尚的话语当中 我们仿佛又听到了和淳于坤 那一样的这个笑声和教训 好像就告诉我们 你要想办大事啊 你就得花大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不假 但是前提是这些钱多到 能够打动鬼 你才能让鬼推磨 黄生的做法呢 就是和那个拿着一杯酒 拿着一个小猪蹄做祭品 却想得到土地神那么多的保佑 大丰收五股丰登 那种要求的农夫啊 以及那个靠着区区几辆马车 一百斤黄金 就想让人家出兵相助的这个奇威王 那真正的是一曲同共 等量器官是如出一辙 我们好像从和尚的话语里面 听到的是这样的话语 但是蒲松灵真正的意思 是在笑话黄生的吝啬吗 如果我们只理解到这一层啊 那你真的可能就错毁了蒲松灵的意思 黄生在紧要关头因为少给了钱 最后并没有买来自己想要的举人身份 得到的仅仅是共生而已 在很多读者看来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 就是黄生的吝啬 然而作者蒲松灵想表达的另有他意 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制度 它唯一的标准应该是为财适用 为什么公民和钱财多少直接挂钩呢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 因为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大的考试 科举应当是为财事举 能否考证按说唯一有效的凭证 就是你的学识与才华 而不是其他任何别的什么 可是你听在和尚口中是什么呢 公民竟然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 你不肯拿钱去贿赂考官 然后你就被人笑伙成 难成大器的笔令之人 那么我们就说了 那些所谓成了大器的又会是什么人呢 当然了蒲松灵绝不是在批评和尚 他批判的是什么呢 他批判的是借和尚之口 而说出的那个贿赂公刑 无意跟黑市一样的科举考场 所以啊 森树这篇作品真正促使我们反思的 乃是科举制度的漏洞 只要我们认真的读一下《聊斋之意》 其实我们就会发现 这其实是蒲松灵对科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印象 在《聊斋之意》里啊 其实有很多笔墨都涉及到了科场上 所存在的这种黑暗的现象 比如说像考必斯 就同样借助对阴间的描写 影射了考官对考生的这个盘剥 无论你这个考生肥瘦如何 都要从身上割下一条肉送给学官 不然就会受到种种的刁难 又比如像《神女》这篇作品里面所说的 说今学史之门如是 如果不用钱通融的话 根本就科举无望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知道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 中国最重要的制度之一 作为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根本制度 朝廷应该说对科举是非常重视的 也都规定了一系列严格的举措 防止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产生的种种的寻思舞弊的现象 比如说了大清律利律规定 相会式考试官 同考官及应式举子 有交通嘱托汇买官节等币 问时斩绝 也就是说啊 贿赂考官是啥头的重罪 惩罚不可谓不严呀 那既然如此 蒲松林在森树里边所影射的科举舞弊的这一幕 到底它是一种真实的存在呢 还是蒲松林作为科场上的失败者而发出的激愤之语呢 蒲松林曾经不遗余力地想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 然而她在考中秀才后 接连四次参加相试都没能考中举人 正是因为她对科举考试深有体会 所以在《聊斋志语》中 创作了众多以此为题材的作品 那么作者想通过这些故事 表达自己的什么态度 科场舞弊屡禁不止 朝廷又是怎么做的 河北大学韩田路教授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法说了斋》 科场怪象 科场舞弊在中国的科举史啊 确实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尽管说是历代政府都对科举制度非常重视 对科场的纪律一再地强调 但是考生为了功名富贵 考官为了真金白银 仍然不惜是铤而走险 以身是法 所以啊 科场舞弊这件事情啊 竟可以说是从科举的制度开始到终结 一直是与它相伴始终的 咱们就以清朝而论 到底发生了多少弊案 人们已经不得而知 但是根据我们今天的史料记载啊 仅仅惊动了皇帝的科场弊案 就有十三期 而最常见的作弊手段 就是考生 贿赂考官买通关节 比如说康熙五十年江南科场舞弊案 在那次考试当中 副主考官赵进受贿十万两白银 出卖举人的功名 同考官王约瑜 方明等人是参与作弊 正主考官左臂藩 知情不报 欺瞒朝廷 而更令人震惊的内幕是什么呢 是身为两江总督的隔离 竟然也参与其中 收收了考生 总共白银是五十万两的贿赂 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短 在收收了巨额的贿赂之后 他们录取的 不是这个盐商 就是官员的儿子 结果录取的这些人 不要说才华了 就连识文断字 恐怕都做不到 因为这个录取的这个结果 应该说是太不靠谱了 所以就引起了 江南考生的一致愤怒 他们大闹共怨 最终是惊动了朝廷 案情才得以大白于天下 看了这起案件 我们就知道 像森树里面所折射出来的那种弊案 便不会有任何的怀疑 而且我们不但不怀疑 而且还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是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 真的是贫穷限制了 蒲松林的想象 蒲松林所设想的 无非是 这个十千钱之多 他哪知道啊 有钱人玩的游戏筹码 竟然能够达到如此之大 这真是达到了 让蒲松林等人目瞪口呆的程度 蒲松林反映的科举黑暗的作品 应该说是有着很深刻的历史意义的 正像现在有些学者所指出的 科举制度堪称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它最重大的意义呢 就是打破了贵族对于社会资源的垄断和实习 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垂直流动 使得中国很多出身下层的精英 能够源源不断地补充到统治阶层当中去 也因此使中国的传统社会 具有很大的弹性和活力 这一点我们是应该肯定的 咱们就拿蒲松林所处的这个清代来说 他也确确实实是选拔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你比如说像季晓兰 比如说像林则徐 曾国藩 张之洞 左宗棠 李鸿章 等等等等等等 到后边的康有为 梁启超 张谦等等这些人 这些人的肝胆 学识 才华能力 不要说那个时候 放在今天又有几个人能够于之一较长短呢 但是我们从实际情况来看 自从有了科举 权力和金钱 对于这一制度的侵蚀于腐蚀 也就如影随形 不曾终止 在唐代我们看到像行券 温券 这些公开或者半公开的介入 宋代以后尽管随着胡鸣 藤鲁 等保密制度的完善 又有了像关节 贿赂等等这些情况 层出不穷 这些情况都使得科举制度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也就蒙上了种种的阴影 妨碍了这一制度的权威性和公正的运行 我们在前面举出的那些科场的弊案 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那么像破松林的《僧树》这篇作品 就为我们揭开了这项 作为中国封建根本制度 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所存在的种种的黑幕 揭开了它的阴暗的一角 所以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还有认识的意义 这期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1914年6月28日 奥匈帝国黄楚斐迪南夫妇 在萨拉热窝公开亮相时 遭遇枪击 当场死亡 黄楚夫妇遇此之处 奥匈帝国对此事几乎没什么反应 没什么一个月后 萨拉热窝事件却演变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奥匈黄楚遭枪杀 下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